至于我们的离岛其实天气都是很稳定,温度也大致舒适 唯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交通的讯息 那这是我们在过年期间很简单的再跟大家做一个总结 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除夕以及后天的那年初一 我们是受到大陆的气团的影响 其实北部东北部感受的较明显 而北部东半部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的几率 至于海面上的风浪则因为大陆冷气团也带来比较强的东北风 所以海面上的风浪会发生强 我们提醒海上跟沿岸活动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从初二开始我们的气温是回升的 全台湾各地包含澎湖金门马祖其实天气都很稳定的 只有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比较零星的短暂雨 不过这样子的现象应该也不会太明显 至于在初四到初五这段时间 有一道微弱东北季风的影响 它的影响程度不是非常的大 只有在北部东北部可能会有感受到气温略微下降一些 中南部的话跟东部东南部感觉都不会太明显 还是维持原来的天气形态 那我们特别提醒的就是说交通的情形 还有中南部局部地区空气品质不然的情形 这段时间大家要出游的话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最新的天气资讯 因为六天的年假天气变化其实还蛮迅速的 那最后在这边祝我们新的一年风调雨孙 也祝大家新的一年心想事成 这准备的交通 与有点进行走